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姬 我现在在新疆的独库公路 还是穿着短袖啊 我估计等一下 我就要去后面拿过冬的棉袄了 很神奇的是 我今天刚过来独库的时候 这两箱不太干净 刚过来独库的时候 外面的气温是35度左右吧 35度 然后到了现在只有27度了 我车里面这里可以看得到 现在只有27度 再往前面的话是接近零度 因为肉眼可见的前面已经开始下雪了 有很多车辆已经 因为这点数已经到了 已经6点钟了 出独库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他们估计是要赶着出到外面去 不过通路的时间是很短的 一年只有两三个月 刚刚是我错了 其实独库公路就前半段而言 我刚刚是跑了100来公里吧 100来公里它休息 可以购买水可以购买物资的地方 大概有13到15个左右 非常充足 而且隔个20到30公里呢 大概20到30公里吧 就会有一个边险站 或者说给游客休息的地方 类似于这里 附近全是草原山脉 非常美 虽然说酒店是没有 但是搭个帐篷还是没问题的 像那些脚脚落落的地方 或者跟巴安塔普打个招呼 到附近那边搭帐篷 应该是没问题的 很近了 水山就在眼前 还是提前把我过冬的东西拿出来吧 这边的气候也不是开玩笑的 一年经历四季 海线查那出来 等一下放在副驾 冷了我就穿 就不会冻着 在这边感冒的话 特别是发烧 现在我换的是这种比较小的轮机 有粉丝也说飞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稳 它肯定抗风级别会低一点 只能防四五级的风把 但是还算够用 比较方便的是 它只要有一个很简单的接口 就可以给它充电了 就不用像之前那样 必须要开一个密电器 才能给它充 而且它充满一次电 真的能费30分钟 所以使劲照吧 趁这么好的风景 把它的剩余的价值给压榨出来 吃点今天中午的剩饭再继续 啊真的是剩饭 感觉跟喂鸟的一样 太少了 算是下午茶吧 现在才六点钟 还早呢 从家里面也带了不少的好料子出来 这个是今年采的野生的香菇 很少只带了一小包 每次我都舍不得都放几个 但是它的鲜味跟香味已经完全足够了 嗯 只需要放再加几个枸杞 那味道马上就提上来 又鲜甜 当地最便宜的肉就是骨头 最便宜的肉食吧 它骨头的话 正常来说 在广东啊 这种骨头也是按斤秤的 十几块钱一斤 甚至比肉还要贵 那这片呢 四块钱 四块钱 我估计棒子骨 那些也贵不到哪里去 这边对我来说还是太热了 出发去下雪的地方睡觉 我还纳闷的 这条路基本上都没啥 没啥人 怎么会堵车呢 结果 大家去看一下 有两个龙池 一个小龙池 一个大龙池 这边是大龙池 我想今天晚上车子就停在这里了 这个景色也太哇塞了 这个景色也太哇塞了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看不到它的心影踪 却听到了难平中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找不到它的心踪 只看到那树要疯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看不到它的心踪 只听到了难平中 满平晚中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敲啊敲在我心 在相思梦 它好像是敲啊敲心我的相思梦 它醉醒了我的相思梦 它醉醒了我的相思梦 相思有什么用 我走出了匆匆森林 又看到了夕阳红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只看到那树匆匆 只看到那树要疯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匆匆 我看不到它的心踪 只听到了难平中 南平宦中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敲啊敲在我心坎中 南平宦中 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敲啊敲心我的相思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看到了夕阳红 我出门旅行三四年的时间了 基本上就没做过攻略 这攻略最多就看一下 路上怎么走 路线怎么走 就这些 不错 攻略做太多的话 影响自己的直接的观感跟感受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像那个炸自己的饭碗 无所谓 好像也不是第一次炸自己的饭碗 这事实的 大家出来旅行也好 到哪里也好 有个目的地 一脚油门直接过来看就可以了 自己的第一感官呢 往往会比经过二次加工的视频 或者一些剪辑过的内容更加有意思 而且至关感受更加强烈 这是视频永远没有带给 永远不能带给自己的亲身感受 在视频上面看 很漂亮 你来到这里绝对绝对会被震撼到 这里就是我今天晚上选好的营地了 好美啊 那片一大片的雪山 草原 但是现在也是遇到了一点点问题 读酷的话 我试了 移动的信号 没有电信的信号也没有 有信号的话 他只能打电话 他不能用流量之类的 所以我晚上可能就没办法工作了 我想了个办法 我想了个办法 去对面老板那里 跟他邀个密码 吃点东西 看不到 XD 在老板上 里 还 Portuguese 轻‌ 都是 因此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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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了两三个手机 完全没信号 刚刚打电话给李宗盛了一下平安 确实没办法了 只能借别人手机打电话报平安了 那个师傅呢 看我没东西吃 他还是把拌面给做出来了 他说不用钱免费吃 我说不用钱不行 无论如何我都要先把钱给付了 再吃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有时候路上遇到的好人 还是比坏人多很多的 师傅你要开一下那个网络吧 我试一下能不能付 行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啊 那这个味道是没有啊 对 没了 是吧 吃它就没有了 这一碗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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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可以免费加免 好好好 手机不用了 不用不用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钟了 那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这边十点钟就天黑 往东边的库车反而是 起点才天黑 如我所愿吧 本来我就想着这次过来 就找一个不需要开空调的地方睡觉 因为前两天晚上的 不开空调 实际上 车子里面是完全没办法睡觉的 一个是很闷 一个是白天的那个 那个太阳晒了 那个车顶的 那个气还在上面憋着 不开空调 基本上整晚都是 呃 很难呼吸的一个状态吧 反正就是整辆车都很闷 呃 现在好多了 基本上车子里面也就20度左右 非常舒服 外面的话 也就10度左右吧 毕竟远方不远的地方就是雪山 还是有车友在这边过夜的 也不单单我一个人 没那么孤独 今天晚上呢 我搞了一整晚的网络 无论是把手机拿到外面 还是在里面 还是换卡换手机 都不行 一台 两台 还有三台 这个也是以前的机器了 HTC非常好用 但是老了 被这个机器取代了 用来工作用的 嗯 请无视我的乱七八糟吧 因为我等下还要工作 还要把一些视频啊 考好 剪好之后 我再睡觉 我又还是遇到了这个很烦的问题 非常烦 现在每天晚上 我就是睡觉前吧 都要打一次苍蝇 我我知道 有网友说了 去买一个电门拍 不用打压 还安全 但是 没有 没有 虽然我没找 但是这种店的话 它百分之百 是没有电门拍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质吧 可以买到菜 可以吃到面 可以吃到饭 可以吃到肉 一些简单的副食品 可以买得到 但是电门拍 没有 我现在甚至怀疑啊 我车上是不是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臭了 就招来这么多苍蝇 或者有什么东西臭了 它就长苍蝇了 最大味道的应该就是厕所了 它是通往灰水箱的 它可能会发酵出来一些味道 但是我觉得我车上还是非常讲究的呀 特别是对于菜的这些对方 都很整齐 这些这些虾应该也OK啊 都是冰冰的 里面都是冻的很厉害的 没有什么意味 因为我车上真的没啥意味 可能是我的鼻子习惯了吧 还是怎么样 啥意味也没有啊 但是还是招拉了很多的苍蝇 这两天我都没怎么睡好 好家伙 东搜西搜的时候被我搜出了这些 啊 害得我倒是你说倒是找纸都没纸用了 结果我车上现在都还有 还有这个 哎 等下可以泡点奶茶喝 晚点再收拾吧 现在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解决掉 不然这段时间的噩梦挥之不去啊 拿上了我的工具 另外有灯的中心 现在说看起来是有点糙 但应该是不要点用的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真的要全车看一下 然后全车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出来的苍蝇 它尸体啊 打的基本上哪里都是了 我刚刚才发现我衣服上还粘着一个尸体 哎呀 现在是晚上的12点了 确实开始有点冷了 我的还有部分视频没剪完 我估计剪完 应该要到差不多两点钟 我想想无所谓啊 因为在这里的话没有网络 意思我剪完了 你们也看不到 现在是下半夜了 这个日子来了 气温一下就下来了 还是要把电热弹给打开 不然晚上真的会着凉呢 白天三十多度 到了晚上只有十度左右的温度 是个人的受不了啊 好了 喜欢我们视频 请关注我们哦 拜拜